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开满一年的话说明它的口味已经是没有问题了 如果说它能够坚持到第十年的话说明它已经真正成为了餐饮界的坚守者 就比如说今天我要给大家来推荐的这一家日料店 在南昌日料店是遍地开花小到街边日式小吃店的手卷 大到高端的日式点餐 价格也从人均十元到几百元不等 而位于红五滩万达广场三楼的竹亭寿司 就是一家十年老牌日料店 竹亭料理成立于2007年 这么多年以来我们一直秉承着用匠心做料理的经营里面 非常幸运啊 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竹亭的创始人聂总 你好 大家好 你知道竹亭对于所有的这个爱吃日料的吃货朋友们来说 真的是大家的成长记忆当中不能够抹去的一部分 就包括我 我是看着你的电视长大 我是吃着你们家的日料长大的 很心狠 所以你知道这个一家店能够开到十年 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容 不知道十年过去你们家的这个美食是不是也在不断地升级呢 肯定的 因为不进则退 对不对 然后自己不进一步就被别人啪啪啪就赶到前面走了 所以我们的产品的话也是不断地在迭代 一家好的餐厅需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只有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坚守住传统 并且紧跟时代才能心火相传脱颖而出 接下来要介绍的这道竹亭春卷就是典型代表 我的内心已经在泛溶了 很清凉 然后带着一种小清新 对 而且它酱汁的口感 酱汁很好吃 也是很丰富的 一层一层一层的 而且我觉得它这个是好在哪里 就是吃多少都不觉得腻 对了 对不对 特别好 如果不是要留着胃口吃接下来的 我会忍不住把这些都吃掉 就可以打包 可以打包 太好了 我说婷婷 你可得留着点胃 叶总亲自研发的单款爆品 刚刚炙烤完的A级鹅肝已经上桌了 A级鹅肝重 A级鹅肝重 对这个鹅肝的品味的一个就是好像级别一样的 你这是A级的就是最好的 这个鹅肝的质量品质会非常好 这个一会儿凉了就会腥 这样 所以要趁热吃 趁热吃 这个菜 你吃我帮你说 而且寿司要一口吃这样才满足 对对 因为这个鹅肝重 我们是经过厨师这样 用火箱烤制的 所以说在冬天吃这个 可以吃到热气腾腾的寿司 我个人认为 而且它这个油脂还蛮丰富的 但是不腻 所以在冬天还能比较补充能量 而且都感不错 哇 很香 而且这个鹅肝就是入口即化 我终于体会到这个A级的这个 好在那里 真的是绿化 对对对 而且加上上面一点的这鱼子 它带一点的这种 Q弹的感觉 爆浆的感觉 就在嘴巴里面 会有点少惊喜 火至后的鹅肝 油香被充分发挥出来 趁着温热 包裹寿司米一起入口 去油腻而流鲜味 那像竹亭它是多久会出一次心情呢 我们会偷偷地研发 是每个月 然后偷偷地上心 每个月偷偷研发 然后三个月 基本上会总结一次 然后会呈现到给客人面前 比如说拿这个芒果来做寿司 这个我们是第一家 我二家我们在 一零年就已经开始做了 作为十年老牌日料店 竹亭坚持做传统日本料理的同时 也在不断推陈出心 吸引了一大批新老顾客的喜爱与青睐 这道味道还是不错的 今天我主要点的是一些生鱼片啊 一些东西 生鱼片的整个质感啊 厚度啊都是比较厚的 然后呢 口感入口都是比较滑润的 还是不错的 我觉得它的日料已经和日本的本身的 本土的日料已经差不多了 我觉得非常的棒 就是感觉它的食材还是蛮新鲜的 我觉得就是寿洗锅做的还不错 可能在食材方面会更加新鲜吧 一份寿洗锅之所以能直击灵魂 是因为它和食材的搭配足够完美 肥牛的醇厚 蔬菜的清新 和沸腾时咕噜咕噜冒的泡一起 从心到位捂热你 有一点考验你的是要这样吃的 为什么不告诉你 就是不想让你有任何心理 这就是生鱼也是吗 对啊 然后直接这样吃吗 对啊 然后 加油 这是我第一次尝试哦 它的味道 会不会新啊 不会不会 哎 闻着还好哎 吃会上瘾的 哎 不错 不错 寿洗锅搭配的鸡蛋 是可以生吃的无菌鸡蛋 蘸上醇香的蛋液 牛肉在嘴里顺滑而下 不仅没有一丝心臟气息 还使得牛肉独有的奶香气息 越发明显 翻滚的热汤里 煮着菌屋和各式蔬菜 阴晕缭绕 在这个冬日 真的是无比惬意的事情 那目前昨天有几家店啊 现在是在孟代广场 和我们红武代万达广场 目前南昌两家 哦 那正好 这个一西一东嘛 对不对 你在西边你可以来万达 在东边你可以去孟时代 如果去到福建 可以到我们福建全州店去 福建都有啊 有有有 接下来是不是想要 接下来想要开店全中国 没有没有 没有这么大的远大的理想 开店哪是哪吧 一步一步做好眼前的啊 对 所以我觉得是特别踏实的 在做每一步 你想十年来了 目前来说是三家店 其实这个速度不算快 但是坚持做好每一道菜 我觉得就是对每一位顾客 最大的这个尊重和爱意 所以呢 今天特别的感谢 能够请到念总来 跟我们聊一聊 对 也让我知道了这个 朱婷的前世今生 我觉得特别的棒 也让我对以后再 算来世吗 来世 在吃它的这个时候呢 我觉得是更多了一份 这个情意在里面 谢谢 谢谢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美食特工队 我是娜娜 大家好 我是小韩 小韩今天带我去 是什么好吃的 今天我要带你去加 百年中华老字号 百年 那到底是多少年呢 这么跟你说啊 我们两个编导老师 试炼老师四个人加一块 免他老 真的假的 多少年 一百零五岁 一百零五岁 哇 这个算是古董级别啦 他是从清朝的光绪年间 就已经建立了 哇 厉害了 那话不多说 赶紧带我去 尝尝看吧 走 就是这儿 东来顺饭庄 好 那我进去吧 走 中华老字号东来顺 始建于一九零三年 他的创始人 是一位叫丁德山的回名 一九零三年 丁德山在王府井大街的东安市场内 摆设了一个小饭摊 经营平民小吃 由于生意日渐兴隆 之后便取名东来顺 这个东来顺呢 主打的是蒜羊肉 看到没有 中国名菜啊 蒜羊肉 因为太好吃了 还有句先后语呢 就是东来顺的蒜 真叫嫩 哇 这个羊肉呢 我是先没有吃到 但是我来到这个调料去啊 首先是五花八门 特别丰富 而且这边还有这个 自助调料搭配 教你怎么去吃 是的 这个很贴心 赶快我们来调一个 东来顺的蒜羊肉啊 当然是配这个芝麻酱 是最好的 对 因为这个芝麻酱的香 可以衬托出这个羊的鲜 在传统的蒜羊肉吃法里 芝麻酱是必不可少的 口感绵密纯净 香味纯粹柔和 一碗小小的麻酱小料 如果做得地道 至少得包含二十多种 酱料与香料的混合 哇 这碗小料呢 可以说是香辣咸香啊 仅仅这一碗小料 就让我觉得食欲大增 小料备好 接下来就是等着主角羊肉登场了 东来顺人饭庄多年来一直保持 选料精 加工系 佐料权等特点 羊肉只选由内蒙古产羊区 所产的优质小尾绵羊的上脑 大三叉 小三叉 磨档 黄瓜条五个部位 切出的肉片更是以薄 菌 奇 美著称 有很多种不同的羊肉啊 这个是有什么区别吗 对了 这是羊身上的不同的部位 首先在你面前的 我们东来顺正殿之宝 步步高升 它这是羊腱子肉 哇 这个寓意特别好 这个叫大三叉 大三叉 它这个是后腿上的精华部位 后腿 五成肥 所以是肥瘦相间的 那这个是其实是很 口感是很棒的了 对 有这种鲜肉汁 都飙在嘴里 像这个很漂亮啊 这个叫小太阳 就是小三叉 哇 其实我觉得它有点像那个小的机缘宝的感觉 就是像钱币的感觉 吃完之后能够这个多赚钱 最后一个你看 一看就很比较独特 很工程 漂亮 它这个是羊肉身上最脆的一块 最脆的 叫羊脆骨 羊脆骨 它是带有那种脆骨的口感的吗 是的 就是我们羊身上腰间 贴肋骨的那块肉 俗话说 贴骨是最香的 这么多羊肉 各个部位的都有 我应该从头下手呢 大不我做来涮一个鲜羊肉 这个我们百年老四号啊 顺序不能变 吃个火锅还有顺序 你没看见吗 这个铜锅里边它是什么汤 这个是青汤啊 而且里面好像很养生 有这个红色和枸杞 对啦 青汤啊说明它油脂比较少 如果你光放这种纯瘦肉的话 会柴掉的 哦 食货们可要记住了 吃涮羊肉 鲜涮油脂较多的肉 再涮精瘦肉 这样一来 肥的不会太腻 瘦的不会太柴 充分保留住羊肉本身的口感 这个基本上是 下去一烫一涮就熟了 这还叫做涮羊肉呢 三四秒就好了 这是因为我们这个铜锅呀 是我们东来顺 自创独创铜锅 哇 专为涮羊肉设计 哇 它有这个特点啊 来你看一看 首先 它这锅身高 而且这个碳糖啊非常大 火力很旺 我觉得这个才是冬天真正的打开方式啊 就是炭火烧的旺 然后铜锅鼓鼓响 这个肉放下去呢 一会儿就被把它裹上这个蘸料 我觉得满足 所以吃惯了这个川锅呀 吃惯了这个麻辣红油火锅的朋友们 可以来试一试 清爽 但是味道又极佳极鲜的 老北京 东来顺铜火锅 寒夜来袭 温补的羊肉是抵御风寒的家庭 一尊尊热气腾腾的铜锅 散发出诱人的香味 这不 才两盘肉下肚的时间 饭当里开始热闹起来 洋溢着欢声笑语 它是传统的这个铜锅嘛 这个感觉蒜菜的口感还是不一样 挺鲜嫩的 可以到带孩子 跟同事一起来吃一顿 这个羊肉算最好吃 这个是冲着羊肉来的 正宗 非常好吃 刚刚呢 这个厨师在切的时候 我就特别感到 它切得非常的薄 而且基本上片片都一样的 均匀的厚度和大小 这个真的是考验刀工了 你看 毫不夸张 食肉者的天堂 羊肉鲜美 不过有不少人担心吃多了上火 建议大家搭配大白菜 油菜 豆芽等偏良性的蔬菜一起吃 就不那么容易上火了 但是我吃过 我觉得最好吃的这个鲜羊肉了 嫩羊肉 就是它 很筋但是不柴 然后呢 口感非常的紧致 这我觉得很好吃 在我心中来说 超越了这些肥瘦相间的 所以还是瘦子啊 喜欢吃个瘦肉 吃完这个 带点脆的纯瘦肉之后 还有一道更脆 让您脆到极致的 脆到不敢相信是吗 羊脆骨 好 来 我们下个点啊 很像吃那个 进阶版的骨肉香莲啊 对 鲜羊肉做的骨肉香莲 在北京的东莱顺 人们吃涮羊肉 喜欢搭配两款经典小吃 糖蒜和芝麻烧饼 酸甜爽口的蒜粒 脆酥的芝麻饼 鲜香的羊肉 看似南辕北辙的三种味道 能碰撞出难以言喻的美味 这种感觉得您试过才知道 东莱顺的热菜多到数不清 油爆的 火烤的 水蒸的 清炒的 无论您爱好哪一口 在这儿总能找到满意的 在南昌上海路699文化创意园 就有这么一家店 能够让你感受到最真实 最简单 最温暖的幸福 那 它就在那儿 有人说 人世间唯有音乐与美食 是不可辜负的 一半喂饱肚子 一半喂饱耳朵 一半顺应本能 一半抒发感性 其实 每一种美食 都可以找到对应的音乐 搭配起来 除了更美味 也会更愉悦 美食与音乐的结合 就是味蕾与听觉的互通 犹如食材与调味料的关系 音乐如同点睛之笔的酱料 而这 就是幸福里时光餐吧 备受时刻喜爱的 最大魅力所在 相信很多朋友 都来过这家幸福里餐厅 每个人都会有 自己喜欢吃的一道菜 那么今天我要为大家 推荐这几道菜呢 是店里面点击率非常高的 没有来过的朋友 一定不能错过了 首先要给大家推荐的 第一道必吃的菜品呢 就是我面前这个 养生全牛汤 这道菜叫养生全牛汤 是我们幸福里 一道扎外菜 也是秋冬进补的一道家品 它的材料也是相当丰富的 然后它的材料有 牛肠 牛血 牛舌 牛肚 牛腥 牛肝 再加上我们这个牛龙骨 经过那个八个小时熬制 那一个白色的高汤 牛骨汤 然后把我们那个 加更好的那个 牛身上的食材 倒入里面再煮十五分钟 就成为我们一道一碗生全牛汤 哇 这个闻上去非常的鲜香 这个牛身上的这些食材 这个味道清香的味道 铺面而来 还有这个汤汁非常的浓郁 这两种味道加起来呢 让我感觉到非常的温暖 真的是有一种满满的幸福感 爽滑的牛血牛肝 鲜嫩的牛心牛舌 Q弹的牛肚牛肠 搭配上浓郁的牛龙骨汤 相信这一碗汤汁浓稠 幸福满满的养生全牛汤 一定能帮你带走冬日的严寒 在这里吃饭 听着歌还是蛮幸福的 牛感受喜福感 那么接下来 我们的熊厨给我们带来了一道 不用进厨房 在餐桌上就可以制作的特别美食 接下来呢 我们要为大家介绍这道菜呢 叫幸福开门喉 也是咱们这个店里 必点的点击率也非常高的一道菜 咱们这道菜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色呢 第一大料点是 这个鱼头是我们从 最灵狐水铺输印过来的 这个鱼头 我们刷的时候 改刀 改刀到锅里面 往大葱还有洋葱 然后把鱼头铺上去 然后再浇上那个 料酒 还有 泥酒 然后再给点那个香油 那第二大亮点我们是现做 那新鲜宽的剑 那这个酱料是有些什么样的那个材料呢 大葱子 还有山姜切腥味 这两个切腥味的 还有小米辣 还有那个大红椒 那现在呢 我们就来自己亲手做一道 咱们这个幸福开门喉 那熊厨我们第一步要怎么做 第一步我们先开火 它这个是要等多久呢 大概等那个烧开了 差不多就可以倒酱料下去 那把等这个酱料倒进去 要过多长的时间呢 大概五分钟就可以倒下去 五分钟倒下去之后 要等多长时间入味呢 那再煮十分钟就好了 哇 这个红色的辣椒好鲜艳啊 看起来非常的辣 闻起来也很香哎 不知道吃起来辣不辣呢 我们来吃一块鱼肉 哇 一入口 就感觉到了这个 辣椒的 在我的舌头上 给我舌头上的一种冲击 真的是好辣 再加上一点咱们这个小米椒 哇 太爽了 但是再仔细尝我们这个鱼肉呢 又可以感受到我们这个鱼肉的香甜 说明十分钟的时间 是刚刚好的 完全不影响这个鱼肉的肉感和口感 这个鱼头 开胃鱼头 开门红 开门红 对 就尝了以后就觉得已经非常的入味了 新鲜的鱼头 密制的辣椒酱料 一鲜一辣 经过烹煮 二者合二为一 入口香辣的同时 依然能吃到鱼肉的鲜甜 这就是这道菜为何深受时刻追捧的一大原因 这道菜呢 就是我们这个幸福里时光餐吧的幸福棒骨 对吧 对 这道菜有什么样的特色 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吗 这道菜那个鲜材料比较讲究 那就是我们鲜用那个蒜仔的那个猪排骨 然后再进行18种药材 进入鲁制 鲁制之后再用那个巴子呢 我们稍微炸一下 炸到那个棒子骨 外天里认 然后再裹上我们的那个纸仁粉 还有辣椒面 就是做成一个幸福棒子骨 看起来就非常的香 这个炸的话炸了多长的时间 炸就稍微炸一到两分钟就可以 一到两分钟 炸好了之后马上就端上锅 对对对 好 现在来尝尝看 直接用手拿 这个肉吃上去呢 感觉已经炸成了一丝一丝了 它不是那种像红烧肉那种弹弹克克的 而是非常菇腿的那种肉 香嫩菇脆这四个字 不可以形容咱们这个幸福棒子骨 我觉得这菜好吃吗 很好吃 哪一道菜好吃 有这道菜 非常的入味 非常的入味 就棒子骨 很好吃 对 好吃在哪里 外交理论 对 这道菜呢也是咱们这个幸福里时光餐吧 点击率非常高的一道菜 没有来吃过的朋友呢 一定要点这道菜 当你和家人 当你和家人朋友走进幸福里时光餐吧 舒缓的旋律在耳边响起 就像是清水一般流淌心底 躁动的心 此时此刻也变得平和起来 顿时让你感受到什么叫做 人世间 唯有音乐与美食不可辜负 听觉与味觉 第一次在这里完美邂逅 精致的舞台 听到的是温暖入心的歌声 透明的玻璃 看到的是厨师用心烹饪 享受美食 从幸福里时光餐吧开始